游戏天天玩每天都精彩 欢迎来到本期的魔法故事系列第二部 紧接着上期的故事 红甲被魔王打死之后 他转身成了天使 现在红甲有天使的加成 魔王究竟还能否将他打败呢 或者说 魔王会不会被天使所打死 魔王是我大意了 结果还把我把天使形态给逼出来了 红甲 这就是看不起人的下场 天使武术刀究竟能否将你击杀呢 或者说我这个进化版本的 电能球 其名为原子球 什么力量天使这么强大 这简直不是一个挡色 呦呦呦各位打得这么欢 我猫玩家最爱凑热闹的 各位时空传送 离子球 传送之门 交换战地 半路上猫玩家杀出 结果将他们传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后面的故事又会不破 请关注下期出视频